双台风胚胎生成 9号卢弼 10号银河快乐 东南沿海降温加暴雨 7月 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可以说很多 属于扎堆的模式了 出现了一次三台风共舞 如今虽然7号台风查帕卡 8号台风尼泊特都已经消失了 但是6号台风烟花还在以热带低压的状态持续北上 并且影响还在持续增加 然而在他发现的时候 西北太平洋又有新的台风胚胎出现 又是双台风胚胎 编码为912 95W 不过除了这两个已经编码的胚胎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存在 在日本东南方 有一个为编号热带低压 我们从卫星云图可以看到 这两个编码的胚胎 按照如今的趋势来看 其实发展的潜力还有限 中心环流都没有成 所以只能继续观察 编码时段的风速为15KT 相当于7.5米每秒 所以实力真的是非常低 不过 他们的出现直接告诉了我们 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活跃度是相当的高 从GFS的模拟情况来看 这两个编码的台风胚胎 可能有一个能够发展出来 但是从行走的路径来看 又是北上 那么对比一下如今的海洋温度 其实对它的增强效果可能不会太明显 大范围地区都是在27度 正常情况26度就符合台风发展 所以就算是真的形成了今年的9号台风卢弊 那么强度暂时看上去也不太可能更强 GFS预计后期可能前往日本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两个台风胚胎是否发展起来 还是一个未知数 大家持续观察 不少人又在说双台风即将生成 其实也就是9号台风卢弊 10号台风银河 如今的情况只能说还不明了 发展空间 变化空间还相当的大 虽然日本气象厅给予了低压标注 但是没出来之前 一切变化空间都还有 按照欧洲数值中心 EC的情况 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 有概率出现两个台风 相比GFS的预计时段慢了一步 有一个可能是前往福建 广东等地 这对炎热的天气 可能带来缓解 降降温 局部有暴雨的可能性 还有一个可能前往日本 所以这两个会不会成为9号台风卢弊 10号台风银河 只能继续观察 因为改变的空间确实大 但是确实有概率出现台风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如今属于台风的活跃期时段 出现多个台风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只要出现 带来的影响可能就大了 同时后面我们看到西北太平洋地区的负热带高压表现也非常的强盛 这对我国沿海区域来说 需要警惕台风的发展模式 当然 如今我们还是得警惕6号台风沿海 毕竟还是一个水台 在台风烟花持续北上的情况之下 苏鲁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 预计在29日进入到上东 而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 过后持续减弱 最终可能会进入到渤海区域 所以烟花的后进是真强 就算是以低压的状态发展 都能够给我国带来大范围的雨水 从东南沿海靠近之后 一路北上 江浙沪 安徽等地已经出现了一波雨水 如今整个雨水带持续北移 山东中西部 江苏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部还有特大暴雨的出现 北方的降雨明显增强了 所以北方的朋友要警惕台风雨 局部的降雨量可以达280毫米 真的是不一般的雨水 按照趋势来看 这一波台风雨预计要到8月才会结束 所以6号台风烟花的影响远超大家的想象 当然 很多人在说这个台风会不会除名 按照如今的影响情况来看 大概率是要被除名 因为带来的损失比较大 具体等到下次世界气象大会的时候 再来进行说明 只不过如今的台风持续活动发展 确实给我们的影响较大 所以今年台风是不是会创新高 我们年底就明确了 如今主要就是防台问题严峻 如今台风烟花影响范围扩大 太湖水位将超紧 太湖周边河网区将普遍超紧超宝 一河树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 黄河大温河将出现明显洪水过程 所以影响没有停止 需要警惕 最后拜托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 还有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 谢谢你观看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的广播就到这里 再见